我们看一下阿他们的Band Peak 但今天要对上 如果说下落 对上纳美跟选猫 你打得很激进的话 我觉得会被制裁的 对 其实昨天的比赛里面 我们一直都忽略了一点 就是 EDG 这边纳美在下落 虽然说是一个烈士军 但他的补刀从来没有落后过 所以说 所以说的话 其实纳美这个点 可能昨天会被很多人所误会吧 对对对 就是说你没有起到 那样一个世界结疑 因为在对面 硬补他已经是让了 很多次元给硬补的情况下 纳美他的补刀还是很高 所以纳美昨天的表现 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他昨天身体状况 也才刚刚开始恢复 希望大家给予我们 RPL队伍更多的理解 是的 我觉得Edward 看这个名字是吧 Edward Gaming 对对对对 EDG他们真的是做了功课 因为他们这次就针对DP Band掉了暴女 是的 因为暴女 在他们的这个外卡赛当中 因为对这个战队的资料比较少 我是把他们的外卡赛都看了 真的是暴女各种carry AD暴女上单的 所以Band掉了 就三向转肉的那种 对DP这边也是很针对 扳掉了老鼠家时光 这个最后一个背药 怎么样来做 因为EdG现在还有首选 大树咯 DP这里肯定要扳大树咯 扳大树是一个OK的选择 但这么一来的话 EdG的首场有蛮多蛮多脚可以选的 嗯 但也就不至于说 这种大树被你这种拿到 对吧 如果选择Band瑞兹 Band瑞兹 Koro 给他镜头给到了Koro 大树很开心地拿大树了 大树 但你拿大树的话 其实你这里值得一场 其实也就是锤石和卢西安 看一下拿了 卡斯特好选歌 卢西安好选歌 但其实你要知道场掌的一公尺啊 它很深 包括现在像在衣服里的话 都是场掌的比较代表性的一种 对 看一看到底要不要选卡斯特 他之前选玩卡斯特玩的并不是很多 他用的比较多的是 盲森啊 卫啊 卢卢这样的一种 但卫现在真的是很难上场 他在之前的外卡赛当中是用到了卫 这边还是拿了最近比较流行的卡斯特 卡斯特现在公认最强打野 应该是没什么意外 但是场掌应用是够深 还是可以做出应对的 这里哇你觉得呢 我觉得场掌会不会拿盲森 狮子狗 因为有的时候面对这种卡斯特会隐身的英雄嘛 盲森是特别好的 但是现在其实卡斯特他反而自己也会去限制隐身的英雄 就卡斯特的W还是可以让狮子狗限身的 这个在昨天比赛里面好像有看到过 我就狮子狗开了大过去 卡斯特一发W打出来了 那么也拿了风女 最近风女真的大流行的感觉 对而且卷毛的话确实在LPL联赛里面 最早开始使用风女的选择 风女加上杀人数 然后之后韩国OGN才开始流行的 对 所以其实现在的比赛呢 大家都是互相借鉴 确实是相当优秀的保护牌能力非常好 现在ETG已经有了极好的前排 极好的保护牌 那么你的后排尤其是你的中单 下落ADG到底要选哪两只角色 会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没错 看一下DP他们接下来的位置是拿中单还是拿上单 他们中单的选手用杰啊费姿啊 小鱼人啊这种都是用的还不错的 还有就是卡牌 不过在面对ETG这种还没有拿中单的情况下 选卡牌其实是挺有挑战性的 是尸棉卡斯克吗 看起来像是单线卡伊克 端线卡斯克还是单线 端线努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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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rah 纳美 纳美 你居然能看到一个这么瘦的人 还能看出他瘦了 他已经真的很瘦很瘦了 整个人像薄纸片一样 我在走廊上碰到他 我都不太敢跟他擦肩而过 怕他会飞起来 是的 我发现很多打ADC的选手都很瘦 这是为什么 除了BB 是吗 很多都很瘦啊 其实微笑不算很瘦的 但是微笑比起很多重量级的上单 好像黑人了 黑了黑了 在那里看直播说 什么东西啊 又来啊 我怎么感觉是在说我 一直说 真的躺枪啊 完全躺枪 这阵容 有点 就真的为什么这种S系列比赛好看 就是在这里 每一个地区不同的代表队的阵容 实在是 太大枪精灵了 对 而且DP这套阵容 其实是很有侵略性的 阿里加上卡兹克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点 就是努努这个 就是打野嘛 他比较适合配什么样的ADC呢 大嘴 维恩 鱼锦 都比较适合 佩鲁西安不抢 佩鲁西安根本就 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那个 折拉斯 他在卫卡赛当中也是拿过一盘折拉斯 你折拉斯在点燃吗 折拉斯在点燃超怪 你能点燃放得到吗 对对 这是一个问题 不是你折拉斯在点燃吗 不可能吧 我数读得少 你不要骗我 我应该不会 我不太相信了 因为有两个英雄嘛 就中单AP 现在其他都可以带点燃 但是 拉克斯 折拉斯 这种手长到屏幕外面的 就没有必要了吧 没什么意义 就连新折拉都不带的 对吧 对啊 现在有的人还是会带的 但是有些人是选择不带的 再次回归到点燃和虚弱的时代呢 我好希望这样我跟你说 哎 我倒是我也蛮希望这样 真的 这样下路会打得特别的激烈 不是 闪现这个技能呢 已经被学过了多少次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 技能就是在游戏的角度上面来讲 是一个令人 感到非常的疲乏跟厌倦的 就是当你杀不到人的时候 对 你会觉得 这世界上到底为什么要有闪现 然后你换个角度去想 别人会跟你说 你干嘛 你也可以用闪现 对啊 然后这时候你就想 但是我们两个一起进塔 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利的 对 好游戏就开始 看下戴着 还好还好 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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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换了换了 最后换了招式技能了 吓我一跳 我说DP你打得再凶 这样也没有道理吧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这种局面的话就是 所以现在这种局面的话就是 所以现在这种局面的话就是感觉 这样一个阵容拿出来 卡兹克的情况 会不会 和打野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么现在打野卡兹克 他主W的话 轻野能力和poke能力都很好 但是他如果打线上 尤其还是打一个大树 对 其实他前期还是很难押到大树的 因为大树这个英雄 你真的是很难押他 是的 他们知道吗 你打大树的时候就不能选那种技能 CG特别短靠技能打的 对 因为动不动他背东就跌起来了 对 背东一跌起来拍一下回去 拍一下回去 是的 所以不要太开心啊 前段时间我看到就是冰冷之海说 他用什么狼人打上单大树 就效果很好 因为就是我就挠你啊 对吧 我也不用什么技能 这都就是一个Q技能 对 好 这边的话三人入侵 直接被这边一个视野发现了 而且把眼做得很深 这个是要看对方换线吗 就因为DP可能觉得下路打不过还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的下路阵容来说应该是不需的 对啊 对面是个大嘴 而你这里拿到的是现在一个版本 相当强势的卢西安加锤石 按照现在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其实DP的下路更加的好打一点 对 而且DP下路他们的风格就是很想打 对 而且你看他们自己把这个线 就把线眼放过去 EDG同样是把线眼放在了对方那么深的位置 那看来EDG是想抓换线的感觉 嗯 诶 这边DP难道真的要换线了吗 没有这方这样一个组合还选择换线 好 这边的眼已经看到了 DP这么虚啊 没有吧 他们选择换线 换线可能是想在接下来的战术做一些文章吗 他们是抓线 抓线 抓线 对 他们是想抓线 对 那你这个上线也太晚了吧 这个上线也太晚了吧 这个有点伤 本来说你们这个阵容很好打一个前期的 对啊 但是你如果阵容线 线上这个经验亏这么多的话 很难打出来啊 对不对 双二的时候你才双一 双三的时候你双二 对 你看这边上来亏了几个兵 亏了一个兵还好 还好还好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EDG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 对 没有敢强行的去狂A兵 是的 这些人在干嘛 要不然至少是前面的兵都亏掉了 对 就我兵线狂A的话 那我过去是不是你从后面就包过来了 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是的 看一下DP的这个下路走 因为他们在国内的比赛 包括对抗这个外卡赛当中 他们的打法就是干 这就是干 以激进为主 对 但这边我们看到 纵使这里DP下路上线很慢了 但这里一个勾 哇勾 那没没有勾到 对 他们快速的把这波兵清掉之后 先到了二 对 毕竟这两个人的 现场的听兵能力是比较强 而且这里疯女一级并没有学Q来辅助行线 他反而是学了一个盾 对 这个是一个常规的 对 一个常规的 他想的是你要跟我对线 我先升个盾给你打消耗 谁知道是这种情况啊 是的 大嘴说早知道我一级学E 然后你一级学Q 我们快速的 说不定你们来说第一波兵全都被我们吃掉了 对的 所以就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因他扬错了 导致了DP带 下路并没有吃亏 纵使这么晚上线也没有吃亏 对 螳螂也是一个比较重发育吧 他是带了这个水晶瓶加上红药出门 对 水晶瓶和三红 这样的话他在线上的恢复能力比较给力 不过这边的话看到狮子狗 现在就是从怎么说呢 这一次世界赛上吧 这种狮子狗和卡兹克的打野全都要出纯书出装 那既然出纯书出装肯定是一个21.9的天赋 所以初期打野的话 你看这边狮子狗打完石头人以后就要回家了 直接更一出红爪 这样的话也是能够保证自己在接下来的刷野上更加的效率 对 就是说打野英雄出了第一个打野状的时候就回家 这样的话其实是磨刀部砍柴弓 对 接下来打野会更快 尤其是出灯笼这种红爪的 这种红爪来讲的话是比较的好 因为红爪对于狮子狗这样靠谱弓来打的是比较的重要的 对 非常重要 是的 这边长毛是放水的 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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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不是选手 是我放水局不太对 对 这场的目前的状况看起来的话 我原本期待就是会像昨天某一场那个 一分半就结束了 看一下场场的这一个一技能 这边是没有誓言 这边大叔要捆了吗 这边直接过来捆住了 这边大叔要捆了吗 这里call的想法很不错 先放了一个一技能 就是他要骗你 我有一个起手势来骗掉你的一 然后我在W捆 做得很好 不过螳螂加了闪现以后 还是成功逃进塔的安全范围里面 但是人家一个W换掉你一个闪现 那很爽 你会觉得很亏吗 这一下晕得一到连段 但是 这一下看上去很华丽对不对 但我没蓝了 没蓝了 不过还好这边贼拉斯被动 在现在一个版本里回蓝 依然非常的给力 相当不错 我觉得几个浩兰太重的英雄 后来加上回蓝以后比较能玩 像卡萨丁也是很明显的一个 他W改了一个回蓝在上面之后 卡萨丁这个角色从来没有缺过膜 对 努努这边是看到上路的线很好啊 这个不错 这一下感觉 回身一捆 给对方做了一个位移点 冰球闪现 那追不上了 努努涂了一个冰球 就这样了 刚才这一下他努努的走位 再稍微注意一下 不给他做这一段W的位移的话 其实会更好 没错 好 德拉斯的中单 目前看起来是有起到压制的效果 他打线确实相当不错的一个英雄 他打团不好打加没有位移 其实跟辛德拉有一点点像 但他不能像辛德拉一样一个晕五个 对吧 压了发条的补刀 对 压了一点点 有的发条 在发育上面稍稍落后 其实要不是极克斯削这么多 他们这个阵长他中单打极克斯就好 哇完美了 发条终究还是可能跟卡拉特大叔搭配一下还行 但前中期的伤害很有问题 他需要大量的放时间 对对对 而且他的支援也不如这个极克斯给力一点 还是觉得优的选角有的时候 英雄数不够太局限了 这么快来下路干客 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看到这边到草丛里面 刚好消失了 刚好消失了 弹尸子狗已经来了 有看到有看到有看到 拉一个灯笼 没有了 这真的是 如果你晚了两秒出现在那里的话就看不到了 真的 真的 这谁算得到呢 啊砍了两下三下 但努努的逃生能力还是一卷 对 而且这边瑟拉斯也在中路 所以说长长这里就不追了 这一波的话 是把兵线推过去的一波游走 其实没有抓到优势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亏的地方 这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厂长会说 你也懂 你也懂努努的打野 略懂略懂 但是問題在於 他的AD長那個樣子 就他不是一個女警 AD長的德性 就基本上來說他點不到塔 那給你加攻速也沒有任何速退效果 你上個版本我都能理解 這版本砍到五百射程了 你選個努努幹嘛 而且在後期你給他 盧西安加上攻速也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不像之前就點出被動的時候 還會就降那個ECD 如果你努努W可以加減CD的話 對於盧西安來說 那就好強 上路其實卡德克現在打得還風生水起 這不得不說 剛才那波Gank成功的話 也是給了Colo不少壓力吧 對 現在雙方在補刀上其實是差不多的 總體而言 對總體而言 他們的經濟看一下差不多 是吧 但是呢現在就要進入到一個獅子狗的Gank的時期了 因為剛才獅子狗沒有到六級之前 Gank是非常的弱的 但現在到達六級依然非常的弱 因為他這個版本把他的大招砍成一千兩把碼範圍之後 你會發現獅子狗還在小龍處下路就有探號了 當然有點誇張 反正就很遠就對了 這也是應該的 因為這個角色不應該是一個開大絕殺 然後就是 獅子狗上六了 所以我終代不能離開塔下 這很奇怪 這個之前版本是有點奇怪 是的 但現在來講的話 就等於說你飾品跌不高的話 你開大要跳人 而且他們現在有一個新的改 就新的理解啊 因為改了這個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出武速鞋 因為武速鞋的移速可以讓你在六級那一波 因為你到六級對方有可能連鞋子還沒補 對 你武速鞋所提供的移速就可以讓你第一個打招追到人 還是硬跳到 好這邊閃到五星了 來了來了來了 已經來了 常常現在需要做的是等武速鞋好 然後直接開大 再等 武速鞋好了可以上 不過下落的強控夠力嘛 努努也趕到下落 這個嗅覺非常好 來一高高到紅女這邊吃的 看他上了 直接給了一個盧仙虛 紅女吹了一個 哇 努努這個大招漂亮 努努這個大招真的是精彩 感覺大嘴也不太妙 卡斯克進來 飛彈沒打到 那這一下子還想沒有任何反打的機會 這位大招雖然傳送進來 換一個換一個 沒有關到 有有有有 換到一個 換到一個努努 這邊奧利安娜來追有點慢 來晚了呀 我說實話 DPG不過打的真的好 很精彩啊 非常精彩 斯拉斯會不會是猶如死神一般的精靈 打招吧 打招吧 啊 傳走了 慢了一步 不過就算他三招全打中 絕對不會死 是個大招 對 不過有機會啦 我是覺得剛才 盧仙很有趣 我先幫你看好視野 我站在那裡 拿了兩把槍 然後在那裡等著 我們看一下這一步的回放 這個燈籠丟得非常的巧妙 勾到加燈籠加奴主大招 直接開大 太關鍵了 這個燈籠加奴主大招真的很亮 然後另外一點是 這裡盧仙都已經到六 盧仙全是都到六 風女盒這邊的大嘴是沒有到六級的 這一步很關鍵 對 這也非常關鍵 風女如果有大的話 剛才絕不會這麼難 沒錯 第一時間我以為他有大的 我沒看清楚 我想說他為什麼不大呢 後來看到他都死都不大 就知道他肯定是沒有大 哇 還可以 來了來了 但是快點打 再不打的話 奴奴防止奴奴被搶 但這波應該是可以贏了 我看一下垂石拉走了 可以 將奴奴給擊倒 再把前面的垂石也給擊倒 這一波的話 EDG人是騎的 DP是人不騎的 這一波EDG很聰明 就看到卡斯特在上路了 OK Coral過來幫我們一起打龍 這樣他就要龍穩拿 但是DP這裡的話 其實上路在推塔的情況之下 完全可以放棄這條龍 對應該是放棄的 他不應該加那兩個犧牲 哎是的 雖然說卡斯特可能一輪推不掉塔 因為卡斯特推塔不快 他不是那種攻速型 他要是技能型的AD角色 卡斯特直接開大了嗎 是的 太抗擊大樹了吧 太抗擊大樹了 大樹 不過大樹有一點點危險是真的 但是塔就在盡在咫尺 對 卡斯特絕對不敢到塔下去搶殺鬥 卡斯特在這邊走一下 啊 大樹差點送了呀 啊 小心 啊沒小兵了 哇 卡斯特勇裕了一下 哎 獅子狗來了 長江啊 啊 天啊 我就跟你說這個技能非常無腦 這個在開局的時候我就已經說過了 卡斯特現在這個英雄 他W可以探隱身 這個真的是很煩 那個W真的現在真的很無腦 你笑死我了 就現在卡斯特在對應獅子狗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你看到同樣有探號了 就發一個W 你覺得他會從哪裡來 放個W就好了 而且W那麼廣啊 所以這兩個英雄才是那麼的真負相對 對 費景故事大家也知道 巨空掠得者和什麼傲之追獵者 對 一個是虛空裡面的殺手 一個是專門殺殺手的人 沒錯 這把會不會做任務啊 我們看一下 路路這邊是有一個真演的 可是現在任務對卡斯特太有利 對 就對獅子狗來說還好 什麼還好 獅子狗無所謂啊 DP就是很針對一下路有沒有 針對納美加上捲毛 因為他們知道納美捲毛這個發育起來是非常厲害的 不斷地準備一下 這被突破了 漂亮 這邊的話就是納美的意識了 納美在大賽當中的一些 怎麼說呢 臨場的東西 一種感覺 這是一種感覺 對 因為那個地方是沒有演的 其實昨天你還記得嗎 就我們說三星一場比賽的時候 他們那種騙地圖 其實真的就是意識 就比如說這一場也是納美的意識 嗅覺非常好 真的嗅覺 對對對 就遠遠的就是覺得 你就一看就怪怪的啊 我聞理一下 這裡有一股 你最好是會站在這 你最好是會站在這邊 你一個AD 旁邊沒有輔助 你最好是會站我前面 這一定有問題 沒錯 這比賽方花椒來拿 當然 在剛才的不斷的進攻當中 我們看到中路的奧連娜 補到已經是122個 而德拉斯是140 其實差太多 卡特克又開大 又要一輪 怒扣Coro Coro這時候開始了 大招減傷 丟小數秒 要在塔下硬扛嗎 卡特克再噴了一個W 其實傷害真的差一點 對 好像說 傷害真的很高 他要不是一開始 就慫了 就出了一個引魔劍 他應該 剛剛應該可以把它砍死 如果直接現在身上是殘暴 那就砍死 嘗嘗這把獅子狗 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太好的作為 還有點忙 不過還可以啦 112 主要下路那波虧 是虧的 我們是賺的 對 下路那波虧他也太傷了 對 從上路這個螳螂的表現 可以看出來 果然是一個以螳螂成名的選手 對 打得相當的不錯 這角色現在無可 不過 常常剛才有點辛苦的地方 就是說他武術鞋也買了 花錢買了武術 然後他跑下跑上跑上 沒有拿到東西 這個是比較傷的 其實112的數據 還可以啦 但是他補刀 但是 怎麼說呢 就讓我們感覺 辛苦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正義 沒有打出東西 而且 我原本以為他們這樣子 應該是 比方說像這樣打中 來了 展現加一 但是太遠了 太遠了 又沒給到球 哦 給澤拉斯三秒 哦 最後一下有躲過 好險 我覺得是最後一下 澤拉斯想多了 對 他原地三下的話 你要吃這個就死了 他剛才感覺是說 我覺得他會閃現 對 可是廠長抓你的時候 已經交過了 這邊上路已經來到中路 來Gank了 看一下澤拉斯剛才由於是 被逼掉了閃現 但這邊有視野應該是 已經看到大樹了 大樹來得有點晚 是的 但不得不說 剛才這個澤拉斯 中路的技能放得還是很漂亮 所以最後一下 對 在塔下是定住了這邊的獅子狗 對 剛才那個八條也沒辦法 他如果想要讓獅子狗 帶著他的球跳的話 他要必須站得比較前面 可是那條太明顯 是的 然後下路打得很兇 這個是DP下路的 一點也不慫啊 即便是面對娜美加上捲毛 他們確實兇啊 賽前小桑講 因為昨天對HQ那場我覺得 一般般 但這場來說的話 看得出來 就以娜美跟捲毛 作為考驗對象的話 我覺得他打得挺好 打得挺好 也是因為娜美和捲毛 這兩個英雄 確實前期就是打不過路西安家 確實 確實是一個現場烈士的組合 而且風女這個英雄是保護為主 進攻性是基本上沒什麼的 娜娜又來到了上路 我發現這一把的話 對上路也蠻照顧的 兩個點 上路和下路 好像中間的話沒有怎麼幫 沒錯 反正身為一個娜娜 她這場就在遊戲中最大作用 就幫隊友速推 這件事情她這場做不到 那 哈哈哈哈 你懂 這邊的話我覺得要等獅子狗 下一個大招了吧 哎 獅子狗已經是過來了 但是對面的兩個人回家了 現在獅子狗肯定要去抓中路 是沒錯的 因為中路都沒閃沒急跑了 你肯定要以中路為核心目標 沒錯 而且她剛才又塔下秀了你 這怎麼能不弄她呢 哈哈 要嶄新了嗎 要嶄新了嗎 要嶄新了 大招馬上就好 啊啊 走出來啊 沒看到 沒辦法 因為要補線 試一下這個塔兵 中的地方澤拉斯應該真的要抓呀 不然剛才那一波 常常教自己的閃 沒有換到東西了 是的 比較傷 哦 看一下她在這裡在想什麼 面對獅子狗 獅子狗開大了 但這裡有一個真眼 天哪 這一把這獅子狗綁得太好了 這一把真的要常常瑜哭無淚 而且DP的視野每一次都是做得很到位 包括下路的草叢的 對 最開始是河道草叢的真眼 再是下面草叢的真眼 是的 卡斯克這裡的話我們看到是已經 10級 然後是要有傳送和閃現 大叔千萬就不必要趕快回家 因為小龍的大戰一出幾發 我們來看她的傳送應該是會要用的 比TPA的上單來的好 哈哈 我 你這樣真的好嗎 不我跟她真的很熟 而且她的傳送用不好是 是真的 世界知名的 是知名 像西門西地板一樣 現在 我告訴你更知名的 好沒關係你說小湯 先說 沒事你說吧 沒事啊 那個 她剛 因為她是去年加入TPA 然後剛加入TPA的時候她 上場她有三次傳送被斷 而且都斷一個非常神扯的 就是她站在女警面前按傳送 然後女警在她腳下放了一個夾子 然後啪啪斷的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 哎 這裡也要單殺了嗎 哎 哇 Nice 又證明了自己 不錯不錯 而且現在是小龍刷了 中殺了中間之後可以拿小龍了 她剛剛 她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補刀落後的關係 還讓大家 因為畫面不是一直在中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覺得說她好像打得還 哦 這個產線非常漂亮 來這個好 反殺 差了呀 哇 路線主打不好打 漂亮 又是一波單殺 兩個急殺 兩個急殺 兩個C位 還 這廠長直接單人把小龍solo死了 哇 廠長說我這場打得郁郁寡歡 我不開大招了 煩死了 EDG這一波瞬間爆炸了 對 她中路和這個下路直接就是一次C位的單殺 真的是單殺 這個很長事情 我剛才還好那個就喊在嘴裡沒說出來 就是說 我覺得EDG這場前面感覺就是想有一點依賴 再等場角 再等 再等 結果 因為她的大招一直被克制的關係 他們等不到場角 最後終於忍不住了 就好 算了 各自開火吧 結果發現各自開火效果非常好 看一下這一波 看一下納美的神奇操作 這邊垂石是閃現1沒有1到 漂亮 因為我覺得是垂石 然後垂石就走了 垂石走 然後盧溪安跟這個大嘴丹 然後發現滴血量不是很足 被打得 還是出暴擊了應該 暴擊吐死了 然後下面的地方綁了一下 也要造成兩個擊殺 沒啦 這一波是 垂石打得爛了 垂石打得爛了 垂石那個1沒有1到 對 如果1到的話大嘴還是會被減速的 應該有可能會打的 1到就死 應該就死 你連反炸盧西安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等於說從頭到尾沒需要盧西安血 你反炸他 他就剩大概三分之一 他就剩大概三分之一 剛剛說 那個下面不關我事 你們把他殺了 我殺了我 我再也不要去線上了 你不要煩我 那不關我事 你不要煩我 真的不要煩我 而且下路的大嘴已經是做出了三項 對三項加一把小彎刀 對 而中路的優神呢 不知不覺已經301了 217個補兵 並且 這邊已經是帽子家大勝盃了 獅子狗再一次開打 這一次應該可以了 跳上綁 沒問題 再 眼燈籠的機會都沒有 哇 這邊閃現意非常漂亮 獅子狗彈 獅子狗彈 獅子給了一個加速 這什麼意思啊 過來幫助一下 你這個想太多了吧 你這 那不能看著什麼都不幹 對不對 他跑過來說 人志一盡牢 人志一盡牢 然後就跑走 千里喬喬過來給一個加速 是沒有用的 還不是刷眼的 別說我沒幫你啊 別說我沒幫你啊 這個 這個真不行 而且 還不是蹭助攻 你知道嗎 這個沒有助死 對的 這波非常有趣 不過 怎麼說呢 嘗嘗也算 剛才那一波當中的空中翼 丟得非常的準 空中翼剛才亮 對 對 因為早前的話 我們可能都是 對於空中翼來說 都是對於 印象的影響比較深 但常常剛才在那個狀態下 的空中翼還是不太容易的 而且他後面很快速的 再擊滿一個五星 然後閃現翼 對 閃現翼後面的 那大家消失以後 那個五星 對對對 那好 對 EDG在這種情況下 就基本上比較穩 那是 EDG的滾雪球能力是非常非常強的 你要給他一個起始的優勢 對 不然的話 EDG會打得很慢 好像在打太極拳一樣 對 就他那些慢的原因 都是因為要找到那個起始的優勢 早點 這場算 算把握得相當好 對的 而且EDG在 拿下了就是前面的優勢之後 他們滾雪球能力很強 那麼在拿了第一個角落之後 拿了後的勝率在 勝率在80% 然後如果是他們拿了第一個水晶 這個水晶不是外塔的話 勝率也高達75% 這個是 相比 三星外塔來說 他們這個數據是要比對面強很多的 對 這一下好亮 哈哈 被獅子狗大招給看到了 巨傷啊 第一片 瘋女的風吹掉了奴奴大招 卡特過來有機會嗎 傳送斷了斷了 下一發Q Q加大招 大揮梁 個人不讓他們跑 鬼滅世界 特拉斯沒暈到 Double Kill 卡特是直接放棄傳送了 對 他自己取消了 我還以為他被斷 因為發Q已經是走在前面 他下來的話 也只不過是多送一個人頭 就多被大招捲一個 這種狀態下 我感覺EDG是 就可以嘗試一下 特拉斯還不走啊 嘗試一下更好的進攻 像這個我覺得是很好嘗試 天近身一個一起然後 啊 閃現被躲掉了 他應該要就是用假動作 騙他閃現以後再把握 對 不過強人所難 哈哈 講得簡單 萬一對方就有年輕人 十八九歲 然後你出手他才閃 那你沒辦法 對就是這樣反應 那是像我們這種老人家 是他還沒抬手我先閃 對 我估計要閃了 估計要綁了 估計要綁了 估計要綁 他到現在為止沒有看出他做出任何的效果 只有下路第一波團 拉動龍開大很漂亮 對 那個開大很棒 在其他的Gank上 看一下獅子狗大老遠繞過來 欸你們在這裡啊你好啊 三個趕單號 一陣尷尬 上來 哦這個龍蕊風也是兩個 對 吹風吹得很好 然後卡這個就算了 八條進來 第一個Q被躲掉 拉球回升 咻 這大的 這個又給到一個E 而且他們兩人 就卷毛跟幽竟然還在一陣混亂之中 看到澤拉斯過來就閃身躲過他的運 是的很漂亮 相當不錯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 有這樣一個經濟領先 並且小龍馬就要刷新了 按照現在這樣的話 其實他這個小龍 基本上守不住了 守不住啊 DP肯定守不住了 現在雖然說是 前面雙方經濟只咬得很閃 但是在兩波瞬間爆炸之後 現在經濟已經 差到了八千塊 而且奴奴剛才把閃就扔了 那他如果有閃的話 打到他還要尊重奴奴一下 就他會衝進來閃現 然後一個咬接成見 有來了這邊的話直接困住 還是點到了 哎呀呀呀 那你咬龍的話就完全不用管了 對啊 沒行 走嘍打龍嘍 嘩嘩 嘩嘩說你不要我來 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嘩嘩嘩嘩 他這裡出裝還是 出點肉裝 你不要為了一局 跟這個打法還是相當不同 這個就很奇怪 這個是一個獅子狗出出出裝 卡茲克出出出裝 沒有防裝 但不會 對 對 為什麼 我不懂 這個很漂亮 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每一波殘血極限逃生 對 有很多次都是為對面激活 但是我就是走了走了之後還能放W 對 卡茲克消耗 他幾乎這兩隻英雄他幾乎不太做前面不太做肉種 是的 倒不是沒有優劣之分啊 這個只是說 做法不同 做法不同 而且 因賽克的獅子狗 經常是能夠幫助隊友打開局面 在昨天的比賽當中是幫助這個刀妹啊 直接建立優勢成為一個大boss 對 我覺得那個想法有點像是說 我有自信我絕對不會被抓到 那我你也蠻少看到因賽克被抓到 所以他那樣 就是 但常常要為團隊做很多東西 包括做視野 然後做開團 包括做非常多 負責這些種類的工作的時候 就不是那樣的傾向 就是他沒有辦法保證不被抓 也有一點就跟我們戰術準備差不多吧 可能常常這邊覺得 如果我這裡沒有大順風順起來 或者我沒有秒到人 我還可以能吸收傷害 然後因賽克是 老在秒人 這不一樣 我開來以後就是秒 對 常常也是在春季賽到夏季賽的風格 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跨變 沒錯 從一個發育carry型的 大家也變成一個團隊輔助型的 其實這個對於 EDG的整體的一個戰術策略來說 是非常有利的 對是有很大的提升的我覺得 因為常常這麼強 哎呦 哦 呦 Solo上癮的就是 沒有 發條在邊上 但是大嘴應該是要過來了 大嘴不來 不來 也不來 也打得完 雙人Solo 雙人還是要Solo 雙人是雙Solo 雙排 你大龍那麼多張嘴 你也叫Solo 一人Solo一張嘴 對啊 大龍有很多張嘴嗎 兩張嘛 兩個人打掉 漂亮 打得好 現場也響起相當多的掌聲 對 三條小龍和一條大龍 全部被EDG掌控著 控的真的很精彩 對 又開了大招 又開了大 大招 沒有 開了吧 他直接開大去打真眼 對啊 開大招打真眼 我看到他砍真眼 我以為他沒砍 然後砍完以後 那確實是 開大招搶著後 結果被真眼看到就算了 因為他狀態也不好 對 現在可以讓大招來搶開 這邊要強開了 打溜上去 哦 瞬間秒到垂石 垂石的大招下來 當然不會有太大的傷害 盧希安 滿身甩出他的大招 先把塔打掉 沒有 卡斯過來也沒什麼用了 其實這一波我倒覺得DP有點拖沓了 那打下路就好了 卡斯卡 卡斯卡之前在推下的時候 就繼續打下 對 大招沒藍了 這波應該會走 這波應該會走 欸 大龍buff也會回一點藍 呵呵 這個對大招來說 不夠用 杯水遮心 對 杯水遮心 而且感覺他們其實有一點依賴諾言 這邊來開團 有 每次 但還好獅子狗大招轉的算很快 是的 開始的話是比較慢 對 後面還好一點 其實因為他這樣一個情況 就是大樹像剛才那樣的一個繞後開團 不是所有的地形都可以的 但是獅子狗確實也基本上可以的 這 大水利用射程在這 開了W 點塔 點了好幾下 不過現在血量不是很多了 是的 還是要等一下兵線 好 好 風女套上盾 這邊兵線也過來了 強心力把二塔點掉 這個環環環環環已經非常多了 感覺DP的話 現在找不到一戰的 這個機會 幾乎沒有什麼本錢 因為包括努努沒有發揮的空間 特地沒有 感覺要黑了 沒什麼辦法 但是不得不說在前期的時候 DP還是打得不錯的 特別是他們的下路的這個配合啊 雖然說是因為納美加上捲毛 他們的初期組合是比較的弱了 但是DP還是打出了自己的特色 還是打得非常不錯的 下路那一波支援真的是做得很到位 那一波很精彩 對 那我是覺得說選努努這個選角之前要多想一些搭配 因為EDG也是出過努努打野 對對對 她配了一個女警 那就那場差一點也出事 那場也差一點出事 就是 就在EDG即將要失去所有優勢的那個關頭 場場衝進來一個閃現大招逆轉的那一局搭技的吧 那 那是一個不同的搭配 就是有想過搭配的 即使想過了搭配 都還差一點出事 所以 像DP這樣 感覺沒有搭到的這個努努就不太對 所以你剛才 就剛才在猜猜的時候我想說 努努單線的話 起碼還可以就保證我壓你一線 因為努努單線是很壓 不要被gank的話 對 她保證壓 而且是這種無敵路巴壓 對的 努努單線很強 但是為什麼單線大家都不用她 是因為她單線強完了打團一坨 沒用 就沒有用 雖然她大招看上去很強 但是太容易被打斷了 是的 你把單線的資源通通給了她 然後她打斷 然後她就上去放個大被打斷 她大招被秒斷 然後剩一個冰球丟完了之後 沒有攻擊力 那是蠻糟的 是的 而且努努不像大家想像的那麼肉 拉斯把大招給扔了 但強行壓力波娜沒了血線 不過還有W buff 嗯 努努沒有想像中肉的原因主要在於 她血量 是所有英雄裡面預設最高 沒錯 就成長值跟預設 就初始值跟成長值 都會讓她打到全聯盟 最高血量的英雄 沒錯 但問題是 你不出法強裝 你就對線就沒那麼露霸 你出了法強裝你就不肉 對 只有血量 啊 這個大 啊 有了成功了 她把長長拖上去撞到了那個大 在長長這裡給了一個W 但是回了點血 但是努努這邊要掛了嗎 差一點點要死掉 我暴死了 是被這邊紅包燙死了應該 她那邊上一個紅包死了 又勾到了長長 長長說你勾呀 你來打我呀 這邊直接是奧莉安娜給了一個盾 我是出肉裝的 對 好硬 那順利的把水晶給清掉 而且可以穩穩的撤退 好輕鬆 好開心啊 這個 這波沒有什麼壓力 再拿一條小龍 然後也去資源搶搶光 主要是經濟優勢已經是領先太多了 裝備有點碾壓 對 這藍buff需要讓給他條 我還沒讓給大嘴 而且大嘴也在後期團戰裡面滿需要藍 對 他後期團戰尤其在遠距離poke確認位置 跟遠距離追擊的時候 沒錯 都需要那個藍buff的幫助 現在我們看到這條龍打完以後 經濟領先是達到了一萬四千塊 那一萬四千的一個經濟領先呢 是 就算是陣容你後期強都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一點辦法沒有 因為 你後期強在人家一萬四 就是完全碾壓過角色的差距 有的時候 像娃娃舉例子會說就是 角色差五千塊可以吧 對 但我贏你一萬四 對 就是真的會有那種情況嗎 就是這個 我說這個陣容值五千塊 對 你落後五千塊還可以打 還可以打 但如果你一萬五千塊了 那沒辦法 就沒用了 對 就比如說你長得帥可以 但是另外一個人有十幾個億 你還是沒有用的 那沒有辦法 那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 非常浮誇的例子 太浮誇了 所以呢 長得不帥 又沒有十幾個億的 就生活特別艱難 就來做解說了 其實這場的這個整個的結果 或者說是預測的 其實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畢竟兩個隊的硬實力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DP的初期的表現還行 非常好 非常好 檢討一下他們的選角的搭配 對 他們的角色有一點我喜歡用它 但這把卡斯克線上打的是不錯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反正對EDG這種隊伍就 也沒什麼太多 放開懷 對放開懷吧 就跟HQ昨天放開懷 哈哈哈哈 不過說實話 現在上單不流行那種硬拼型的英雄 最主要的原因是都不帶點燃了 對 對 這 常常有點兇啊 跳上去已經是一個 他出肉的呀 再跳 哇大招上去 能留住人嗎留不住了 直接逼退了對方 卡斯克的減速的阻斷追擊還是非常強 沒關係啊 你把對方逼走 你可以拿一下上路嗎 拿不掉 這邊沒有什麼兵線 沒兵沒兵 但大龍還有30秒刷新 感覺這條大龍的話 DP加油能不能搶到呢 搶到一個的話 你要努努走下去 然後走到人家面前 然後去吞一口大龍 然後把他搶到嗎 因為這場比賽的話 EDG已經是沒有懸念了 哦 這閃現過去給一個大招 強行秒掉這邊的瑟拉斯 努努獨立一個近乎滿大 但是可惜沒有什麼傷害 沒有用啊 他沒有裝備 不可能的有傷害了 那一個人進場的卡斯克 現在反向橋逃出去了 被娜梅閃現以後點倒 那這一波的話 已經是可以直接擊擊了 這邊拿到一個 Triple kill 沒問題 Triple之後 就要直攻門牙的DP 戰至最後一刻 仍不放棄 剩下隨時一個人 仍然在門牙後面徘徊 是的 是拉了一勾 這個 硬實力確實 EDG是沒畫腳 非常的強 但DP這種精神還很好 尤其在一個 電競可能剛剛才起步的地區 每一場比賽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一種學習的機會 是的 現場的觀眾也是爆發出了 熱烈的掌聲 恭喜EDG 拿下這場的勝利 在A組